男人遭神秘武装算计 于是他暗中召集武装力量 想逼迫幕后主使现身 可对方也有准备 两边武装在飞南展开激战 你又说超级强化人很猛 完全不扛揍的 少跟我瞎咧咧 要不我出手 你还在江龙的包围圈里 我的人几乎被全剑 该死的江龙 看我抓到后怎么收拾他 你别做梦了 留下部分人打左击 我们准备撤 我们人数不占优 可你手里有超级强化人 不用急着撤走吧 打不了的 老板根据陆飞派来的武装力量 调配超级强化人武装 江龙隐藏了实力 我们勉强能应付 可龙组插手 什么人都不管用了 在自己地盘上吃亏 真不甘心 你一定要护送我安全离开 我还能找到更强的武装对付陆飞 看样子背景不小 话说你在帮谁做事 等到把我安全送出去 我介绍给你认识 他在飞南的话语圈不小 势力越大对我们越有利 这家伙还有用 必须带他活着出去 卡尼斯有不少超级强化人 他一心想走 江龙也拦不住 只能眼睁睁看他们突围 敌人已溃败 我们要追击吗 要不算了 前方是飞南国 我们追敌深入 极有可能激化矛盾 往后陆总还要在飞南做生意 关系别闹太疆 龙一说的是 此次他们急不可耐 越界攻击我们 陆哥那边有个说法 打完最后还是要讲道理的 嗯 听龙哥的口气 我们暂时不进飞南嘛 当然不能进去 我们刚做过飞南武装 麦基身后之人 不会善罢甘休 贸然进去会被包饺子的 将人分散 在飞南邻国先驻下 这边乱糟糟的 堪称拥兵天堂 倒是不用刻意藏匿 没能抓住麦基 便没法问出他幕后的人 此次行动失败一半 我得先向陆哥汇报 嗯 赢了 龙哥首战到节 算是帮阿威出了口恶气 我们隐藏了实力 战斗时突然暴露 定是打他们哥措手不及 可惜没能抓到麦基 我想知道的是幕后人 为何对我这么大敌 最近回忆了好多 总找不到匹配的人 嗯 不应该啊 以龙哥的指挥能力 加之一群强化人武装 应该吊打麦基才是 除非他意外身亡 卡尼斯帅超级强化人搅局 把麦基给就走了 龙哥拿他们没办法 哦 妖际效果上差不少 打起来确实难顶 在老葛的技术突破前 我们只能依靠人数优势 老葛会成功的 现在大家都不说 我和艾克就当没发生过武力冲突 不过我得做准备了 准备啥 有用到我帮忙的地方吗 暂时不用 你别看他们在飞南边界打得欢 将引发很多问题 最后需要我来解决 哼 全是些猪脑子 尤其是麦基 我们给他不少强化药剂 又是在自己地盘上 差点被全歼 我们收到的信息有误 说江龙仅带三百武装强化人前往 杜霞支援有限 谁知江龙带去的是三千武装 外加龙组帮忙 我们派去的超级强化人少了 又被陆菲秀了一手 不过一次行动 关乎小小的稀土供应 他不应该压这么大的柱 这次行动多是损失卖机的人 我们伤亡很小 算是万幸 也安慰自己了 我们损失也不小 卡尼斯搞定稀土供应了吗 他已找到稀土供应商 单量不是太大 不足以支撑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找个大点的供应商 就那么难吗 非南的稀土资源处于垄断状态 探明稀土储量最多的地方 在哈瑞斯部落上 可他已经跟陆菲合作了 只是还没正式启动 又是这个人 记得在数月前 他便与陆氏集团做生意 主要是分销商品 没错 先前有贸易往来 他们合作比较顺利 嗯 吩咐卡尼斯去威胁一下 毕哈瑞斯跟我合作 你觉得有可能吗 嗯 建议老板别那么做 哈瑞斯在非南身份特殊 只要一个不慎 整个非南都会抵制罗柴德家族 我还有条消息 麦基背后有靠山 好事 我又多一个强力盟友 暂时不要有动作 先观察段时间再说 是 是我的问题 我太亲历 才会败给他们 你编寻演练嘎的人不少 已经惊动官方高层 我近几天为了你的破事 跑过很多地方 对不起 给长官添麻烦了 我失败的原因 哼 我只看结果 过程是你该考虑的 不用跟我解释 你也会被调查 知道该怎么说吧 铁干净全部责任 不经验任何人 实在糊弄不过去 我来背光 哼 蠢货 我们嘎上那么多人 脏水当然要泡到陆飞身上 尤其是龙族现身飞难边境 你要大做文章 哦 明白了 我是保卫国家的英雄 在边境上抗击入侵 有罪的是别人 看来你找到解决办法了 我什么时候能见你长官 长官忙度 你暂时见不了 我后面帮你安排 哦 之前就你出来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不会要耍赖吧 我说过的话会兑现 眼下见长官不重要 而是该想想怎么跟陆飞压力 这个我感兴趣 我最恨的人就是陆飞 你说说看 两人一番合计之下 着手制造各种针对陆飞的言论 接着罗柴德家族进一步发酵 舆论由欧陆走向全世界 飞男的是好劲爆 正规国防武装 竟然被一群佣兵打了 佣兵的幕后老板是陆飞 没人知道他要干嘛 外界都在传 陆氏集团想搞私人武装 不能吧 他说破天海事商人 搞武装对他没用 这里面水很深 据说华夏武装也参与了冲突 你要知道 陆飞是有官方背景的 嗯 不会是华夏政坛和商界勾结 想武力控制飞男吧 那太可怕了 不少人的想法跟你一样 近期欧陆和米国有很多和平游行 均让陆飞出来给说法 陆氏集团股票又跌了 我也觉得陆飞该给说法 这种行为太过野蛮 会引发战争的 陆飞是在欧陆经商没错 可你别忘了他从哪来的 血液里满是野蛮的基因 哼 必须抵制野蛮的陆飞 叫他滚出欧陆 一群强盗的后代 靠着强掠发展起来的文明 我都没说他们野蛮 反倒喷起我来了 陆哥无需理会 不过为了你的安全 最近还是少出去走动 躲起来不是办法 问题中规要解决 有个人来了欧陆 他应该能帮陆哥